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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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是Money 端午節快要到了 最近疫情這麼嚴重 大家應該都沒有出門的打算吧 沒有吧 沒有吧 念端午節不能回鄉 也沒有龍舟看 這是要吃的 所以我今天要來挑戰 用三色豆 用三色豆 包粽子 因為要參加比賽啊 這是我們要準備的東西 蒸籠 粽葉 還有我們的主角 三色豆 什麼 尺寸不太對 沒有啦 一定是你太想出門的 自家悶太久而產生的錯覺啦 做法非常簡單 我們先把三色豆拆封 稍微在常溫下退冰 雖然先稍微煮過 或更容易手動 但是太麻煩了 我們就這樣就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拿粽葉 加上三色豆 包成粽子的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蒸煮的部分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蒸煮的部分啦 粽子的方法很簡單啦 想知道的人就去Google就可以啦 那我們就開始蒸囉 時間已經過得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到底真的怎麼樣吧 嗯 不同於一般的三色豆料理 還散發出一股粽葉天然的香氣 外觀也比一般的粽子還要漂亮耶 好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創意三色豆料理 等五集這家寫嫌沒事做的話 你也可以動手動作看喔 那就祝大家東五集快樂 掰掰 好 好